继《三生三世》后,又一部《十生十世虐恋》剧将上映 女主颜值太惊艳,说到之前由杨幂和赵又廷主演的神话爱情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相信网友们应该都看过吧 这部电视剧在当初也可以说是为波仙火了,因为首先《三生三世》这部小说的剧情就非常不错,也曾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和支持 此次被拍摄成电视剧也是吸引了众多原著粉以及网友们的观众,同样《三生三世》在开播之后也是受到了网友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虽然在电视剧刚开播的时候网友们都并不好看杨幂和赵又廷,但是却没想到随着剧情的发展,不仅两位主演的表演非常出色 就连配角像迪丽热巴、高伟光等众多演员们的演技也都非常在线 因此在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也曾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同时由杨幂饰演的白浅也成为了一大经典 即《三生三世》十里桃花之后,眼下又将迎来另一部古装神话电视剧《三千压杀》,提及这部电视剧,相信看过原著小说的书粉们一定会想起那句经典台词《三千世界压杀进》,与君共寝道天明吧 据悉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的也是女主地基和男主傅九云之间《十生十世》的爱恨纠葛 相比《三生三世》,这《十生十世》的爱情又会给观众们带来怎样的体验呢? 据网传,这部电视剧目前已经开机,女主地基是由赵露丝主演,相信看过他和肖战、古嘉诚主演的电视剧哦 我的皇帝陛下就一定已经被他圈粉了吧 虽然赵露丝的脸型是比较圆的,但是和赵丽颖一样,她也是一位圆脸美女,颜值演技也非常在线 男主傅九云则是由郑叶成饰演,郑叶成便是在电视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中美人师兄好眉的扮演者 总的来说这两位主演的颜值和演技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只是目前官方还是没有发布消息,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等待这部时生时世的旷世绝恋爱情故事吧 不知道网友们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